代委員好 主委您好 在我還沒有跟您請教 這個課委會的業務內容之前 先跟您要一個資料 是不是可以在這個禮拜之內提供給我 我們課委會的正式編制的 原額有90位 應該是 應該是 我們會裡面是95位 95位 那麼課發中信是89位 就給我課委會本部的90位裡面 90等以上含90等的黨籍 政黨的黨籍的統計 我不需要哪一個個人 給我統計就好了 政黨的黨籍 對 90等以上 是的 好 謝謝 好 我要跟您請教 這個客家竹梦計畫 您知道我每一次在審預算的時候 都會對客家竹梦計畫提出我的意見 那麼客家竹梦計畫呢 從2005年開始辦 那麼當年呢 申請補助的人數是425位 錄取的人數是23位 錄取率是5% 它的競爭非常的激烈 那麼客家竹梦計畫 那麼客家竹梦計畫 對於來申請的人來說 這個補助的金額很多 它可以到30萬 那麼 但是如果是它可以補助這麼多的金額的話 可是我們看它每一年 來申請補助的人數啊 基本上都是下滑的 從民國94年 2005年425位 到今年 我們今年已經審查 已經公告了這個錄取喔 來申請的只有71件 就71個人 從425 一直跌到71個人 錄取的人數 當年申請補助的人數 425個人裡面 我們錄取23位 第二年244 錄取12位 到今年71位 我們錄取20位正取 還有10位備取 如果我們只算 正取的錄取率的話 是28% 如果把備取也算進去的話 是42% 這樣的一個 錄取的比例 是不是太高了 那如果 來申請的人越來越少 那表示這個計畫 它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或者是說 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大家不來申請 它是被少數人壟斷 或者大家覺得 這個申請不容易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那這個逐年下滑的現象 趨勢啊 我們也在內部 這個請我們承辦單位 這個中規處呢 進一步的去檢討 那這個下滑的一些原因 那或者呢是 因為對於清零沒有幫助呢 沒有效益或者其他部會 也有相關的一些的計畫 而稀釋掉 這個申請的一個人數 那至於這個部分呢 我想我們內部啊 再繼續的一個檢討 如果 內部還在繼續檢討 我跟您請教你們去年 來申請補助是幾位 申請補助的人數 申請件數是98 98 今年是71 在去年其實已經 跌得非常的嚴重了 然後你們的 這個申請人數一直往下跌 錄取比例一直往上升 在早先那幾年 都還沒有足而錄取 到這幾年啊 從民國99年開始 錄取人數 正取20位 我們就是 20位他就錄取了20個 100年19位 101年20位 102年20位 103年20位 我們來申請的人越來越少 然後錄取的比例越來越高 我們都沒有重缺 是因為來錄取的 來申請的這個 這個作品 這個或者是計畫 水準都很高 你們從來不重缺的 我們呢 都有分兩個階段來審查 第一個呢 是書面資料的一個審查 按照 你們審查的程序 我非常的清楚 我現在要了解是 他有沒有腐爛 為什麼 來申請 如果說是那麼簡單的話 為什麼來申請的人 越來越少呢 我想 然後我要跟您請教 他是 只要在30萬以下 他就是全額補助嘛 對不對 也不是 也不是全額補助啦 按照他的計畫 要看他的計畫 對 你知道教育部有一個 教育部有一個青年發展署的 青年海外生活體驗 專案貸款 作業要點 他是貸款 他的貸款是 依他的計畫所需的資金 70%為上限 你申請人至少要準備 30%的自有資金 而且你還得要還 這是貸款 那我們客委會的這個計畫 是不需要 這個借貸 我就是補助給你 然後你來核銷 對不對 那我要跟您請教 客家委員會竹梦計畫 補助作業要點 這個來申請的人 除了年齡的限制之外 他是不是一定必須是客家人 是以我們這個客家人 會說客語為最優先 不是最優先 它是一個必要條件 對不對 那我要跟您請教 如果說我今天不是客家人 然後他的研究的主題 是客家的事務 他能不能來申請這個計畫 依照目前的一個規定的話 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 他就是按照我們這個 基本法裡面 他以廣義來的看 他只要認同客家 就可以來 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 並自我認同為客家人 並具有客語溝通能力 那你不能強迫他的身份認同 我不是客家人 可是我在研究客家事務 我不曉得有沒有這樣的例子 但是如果照我們這個計畫 他是不可以的 除非你要來跟客偉說 在我申請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自己認同我是客家人 可是我要問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我們補助的這個計畫 他是出國 他研究的主題是跟客家事務相關 或者他是因血緣或者認同 為補助的這個要件 顯然他是用血緣或者是身份認同 作為要件 你去研究的主題 不一定要跟客家事務相關 對不對 沒有錯吧 那所以我要跟您請教 就是說 當我們面對著客家事務委員會 跟原住民 這兩種族群身份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一些敏感的問題沒有辦法去碰觸 可是我相信我這樣講 您大概應該會接受 在台灣 客家人在經濟上 其實並不是那樣明顯的弱勢 比起原住民來說 那麼早期是經濟的弱勢 可是到了現代 其實我們已經很難去區別 或者很難把客家族群定位為經濟弱勢族群 我這樣講應該不過分吧 是的 那麼你現在提的一個計畫 是對於客家人 是用他的身份 是用他的血緣 作為補助的基礎 如果客家族群已經不是經濟上的弱勢 那客家族群在弱勢上是文化上的弱勢 那你為什麼不用他的主題作為補助的標的呢 為什麼是身份跟認同 那我們來看 所以我們會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譬如說這個102年 我們看103年今年 今年的證取跟被取的三十屆裡面 在客家事務有四件 也就是說有三件證取一件被取 比例是最低的 客家事務多元文化跟藝術類 就反而客家事務在三十件裡面只有四件 如果算證取的話 在二十件裡面只有三件 是客家事務 那當然其他的研究主題未必跟客家不相干 有的多少都會有一些沾到一些邊 可是呢 我們如果用去年的一個得獎 得到補助的這個例子來說 它是多元文化 它有一個這個研究計畫 叫做以土為師以身為舵 漢巡城鄉連結下的農地信託與支持型公民社群的運作機制 這個很長 這一篇成果報告 空邊沒有提到客家 他唯一提到的客 只有客戶 賓客 遊客 他沒有跟客家一點不相干啊 可是他得到了補助 那其實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用他的身份去做補助的標的要件 而不是他的研究主題 他即便叫做多元文化 可是他這個多元文化跟客家毫不相干 所以我們其實這樣的一個青年築夢 是客家青年築夢 但是他築的夢 他的內容其實跟客家事務相關的比例其實是偏低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這個計劃是要事先審核 如果他的計劃內容要變更 要經過同意 對不對 你看這個計劃 我剛才講那個1020年的計劃 他本來計劃是要去中國 美國跟巴西 但是他的成果報告變成美國跟加拿大 他有沒有經過你們事先的同意 有沒有 那他的這個經費的核銷 跟他經費的計算 有沒有改變 你們補助有沒有改變 他去的國家不一樣 你們機票也要核銷 你們每一個國家的生活費也會不一樣 如果說他有調整的話 應該要再承報 然後經過 有沒有修正 你們補助有沒有修正 我們目前看他的一個實質內容來做處理 一百零二年耶 去年耶 不是今年耶 八委員我想這個青年逐夢計劃 在一百零四年的時候 我們在增見的時候呢 特別來注意到委員所提醒的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還會審你們的預算 我要求主委我要求課委會 在今年在做預算說明的時候 必須要提出對於青年逐夢計劃的檢討 你補助的重點 包括受補助的主題 包括受補助者的身份 包括你審核的比例 如果說他每一年來申請的這樣的逐年下降 那我們要不要定一個門檻 到了他降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這個計劃可能就不再繼續推動了 或者我們這個計劃 他的證取備取要 隨著來申請的人數的比例往下調 你一個計劃的錄取的比例 高達20%以上 這個其實是嚴重的失衡了 所以主委能不能在我們審預算的時候 給我們這樣的一個計劃的調整 好的 好 謝謝 謝謝委員